拜登上台 美俄关系急剧降温 军事方面 美国在俄周边军演不断 俄军也在多地展开多长军演进行回击 并用三个俄军历史上的首次展示强硬姿态 外交方面 中俄外长会晤引发全球关注 随即美媒就爆出美军将举行一场高规格的战争推演 目的旨在让美军最高指挥者有能力应对 在多条战线上爆发的响定的全球危机 那么何为美军口中的全球危机 俄军三个首次除展示姿态外 还能解读出哪些信息 登陆军事制高点 用数据透许真相 登陆军事制高点 用数据透视真相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军事制高点 我是沙晨 今天演播室给大家请来两位专家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邵永玲老师 一位是俄罗斯问题专家吴大辉老师 欢迎两位 最近随着北约在俄罗斯周边的军演增加 俄罗斯当然也是用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去做回应 而且创下了军事行动上的三个首次 另外近期中俄外长会晤是引发了西方国家高度的关注 美国媒体更是爆出五角大楼正在制定一场战争推演 目的就是让美军的最高指挥者 能够有能力应对多条战线上爆发的全球危机 那在讨论之前 首先来看一看各国媒体对此有哪些关注 把时间交给小叶 请他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媒体瞭望台 小叶 好的 通过央视网提供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主要媒体对于这个事件最热门的五条评论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条 针对俄同一时期多地密集举行联合演习 央视军事引用专家观点表示 面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包围和战略围堵 俄罗斯通过展示军事实力进行防守反击 告诉美国 无论怎样拉帮结果 对俄罗斯来说都是不起作用的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我们再将视线转移到北极 印度经济时报关注到俄罗斯在北极的演习 文中指出 俄罗斯属于北极五国之一 这些军演是俄罗斯在提醒美国 即在北极地区面临着竞争 而俄罗斯已经在北极深耕多年 再来看 而对于美国在北极的动作 参考消息网引用张冠专家观点表示 在北极举办演习 是美国在北极地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 所采取的一种备战形式 美式俄为在北极的主要对手 所以以演习来试图在北极开发方面 缩小于俄的差距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评论 对此人民网表示 随着北极地区战略地位的日趋重要 美俄双方在北极摩擦冲突的可能性 也将大大增加 但对于北极的开发 不应当是军事对抗的方式 而只能是合作与共同开发 只有走合作之路 才有可能守住北极这人类最后一块净土 我们来看最后一条 对于本次中俄两国外长的会晤 《环球时报》表示 面对美国正处心积虑 拉拢盟友进行施压的环境下 这次会晤 对于中俄关系乃至整个世界 都是个好消息 这表明中俄两国在不稳定的世界中 寻求关系的稳定 力求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稳定作用 以上就是媒体谅网台的全流 沙晨 好 谢谢小叶 在展开具体讨论之前 还是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相关事件的背景 3月29号 俄东部军区举行大规模演习 约1.2万名军人 3000件军事装备 60架飞机和10余架无人机参演 演习预计将持续一周时间 由东部军区司令日德科指挥 该演习旨在提升部队保障 俄东部地区安全的能力 参演部队将研究 在复杂战术环境中 秘密转移的战术 据外媒报道 在演习开始当天 由两架俄军图142反潜巡逻机 进入美国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 美方随后进行了识别和跟踪 不过报道称 美方这次一反常态 没有宣布紧急起飞战机 进行拦截的消息 并据俄国防部29号消息 俄军两架图160轰炸机 在巴伦志海和挪威海上空 完成了例行飞行任务 并强调图160轰炸机 制空时间超过8个小时 由米格31战机为其护航 据悉当天英 法及比利时等国家 均有战机起飞 对俄机进行半飞和拦截 首先吴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吧 就是俄罗斯这个东部军区的 这场军演 它的规模很大 包括它的配置 包括它演练的科目 在您眼中哪些是亮点 是上一个年度 冬季军训的最后一场 是收口之战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一次的规模最大 动用的装备比较多 而且我们应该看到 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 就是在拜登上台之后 日本方面基本终止了 与俄罗斯关于岛屿争端的谈判 包括和平条约 而且日本国内有人叫嚣 用武力夺岛 武力夺取这个岛屿之后 迫使美国介入其中 同时我们也看到 美国现在在公开地 和日本来讨论部署中导条约 禁止的陆基导弹 在日本的部署问题 原来在特朗普时期 日本谋求一个 日本主导的美日同盟关系 但是现在很显然 又重新再回归 美国主导的美日同盟关系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这一次的演习 比以往历年的冬季训练的 收口演习规模都要大 装备都要多 其实也是释放一种信号 另外邵老师怎么看 就是在远东军 也开始当天 两架图160完成一次飞行 然后俄罗斯国防部 专门说图160的 制空时间超过8小时 但对图160来说 超过8小时 根本就不算个事 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个8小时 它一般是这样 就是它不会 就是平时的情况下 它可能不会让它 飞8个小时 因为飞机的话 因为它的发动机 它其实是有一个 时间限制的 你比如说你飞行到 3000个小时 可能就要换发动机了 所以一般如果正常的训练 可能飞个两三个小时 就差不多了 那为什么强调8个小时 就说明这8个小时 实际上就是按照 完成一次战略奔袭任务 来做的 因为按照图160的飞行速度 这8个小时 它的最大航程 肯定是超过了1万公里 所以也就是说 它这次飞行 肯定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假定 就是我带着核弹 去完成一次投掷 比如说投掷到某一个国家 然后进行了核打击之后 我再反过来 所以说强调8小时 就说明图160这一次飞行 它的任务是不简单的 是带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应该说苏联在解体之后 俄罗斯的这种空军 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 复苏的过程 那关于这方面内容呢 接下来时间还是交给小叶 请她给我们带来详细的介绍 小叶 好的 本战时 苏联曾有一支庞大的空中力量 总兵力超过96万人 被编成空军和国土防空军 两大部分 其中空军装备 各式飞机6300余架 对美国及北约 形成了绝对的数量勇士 但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空军直接跌入了谷底 粘人均飞行时间只有25个小时 而同期美国空军 粘人均飞行时间为210个小时 2000年 普京对俄空军进行了重大调整 确立了构建非对称优势的思路 重点发展防空力量和远程战略航空兵 俄空军就此开启了一条 巧妙的复兴之路 如今俄空军新飞行员 粘人均飞行时间 已经超过了80小时 俄战略航空兵飞行员 粘人均飞行时间 更是达到150小时以上 同时俄罗斯不仅能够独立生产 图160轰炸机 据俄罗斯军工联合体消息 俄罗斯新一代战略轰炸机 PAKDA 也已经进入了原型机试制阶段 计划于今年年底完成并展开实飞 未来将搭载包括匕首高超声速导弹 在内的一系列先进武器 另据俄罗斯报道 俄罗斯新一代防空系统S500 将于今年开始交付俄军 报道称 该系统能同时跟踪并拦截 10个时速超过5马赫的 高超声速目标 届时能挂载高超声速武器的 PAKDA 和能拦截高超声速武器的S500 将是俄空军构建 非对称优势战略思想的 最佳体现 沙尘 好 谢谢小叶 另外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 在这次军演的同时 俄罗斯的两架军机 进入到美国的防空试飞区 一般的美军的飞机 在应对这种情况的时候 是要紧急起飞战机去拦截 但这次好像没有宣布 紧急起飞战机 吴老师 你怎么看 这一次它没有渲染 我们起飞了多少架飞机 但是后续地 看它空试区新闻处 发的消息来看 依然进行了跟踪 半飞识别查证 它想淡化 在这个问题上 双方对抗冲突的色彩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 反潜徐罗机 战略轰炸机等等 在这个防空识别区也好 包括在扩大到周边 飞行的次数非常非常多 因为这个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 500公里 它很近 离俄罗斯很近 俄罗斯的乌克兰卡 这个机场的这个飞机一起飞 很快就进入这个防空识别区 俄罗斯根本也不承认这个防空识别区 所以每一次远东的空军的演习 都要进入阿拉斯加的这个防空识别区 它毕竟不是领空 再一个我觉得可能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一次它是图142 这是一个反潜机 那反潜机呢 它其实主要是对海上进行搜索 所以说它和这个图95 还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不同的机型 它的敏感度 或者说它的影响 可能还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看到最近俄罗斯的军队 刚才也提到了 在创下了军事行动当中的三个首次 应该说这种展现实力的决心 非常的坚定 那接下来呢 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相关的消息 据俄媒3月29号报道 俄黑海舰队在低中海 进行了一次防空演习 演习期间摧毁了假想敌的一架轰炸机 而在此前不久 俄军还在北极地区完成了一场演习 俄海军司令表示 演习期间俄军创下两个首次 其一是俄军两架米格31 首次在空中加油的情况下飞越北极 其二是俄海军三艘战略核潜艇 在半径300米的区域内 首次同时在北极破冰出水 据悉完成此次任务的 11艘北风直升级和两艘德尔塔 4级战略核潜艇 对此普京称 此次演习确认了俄国产武器的高作战性能 另许俄媒报道 随着近期北约不断在黑海周边展开演习 俄黑海舰队已经部署了其全部六艘潜艇 黑海舰队军官表示 同时派出全部潜艇在海上分别执行不同任务 这种情况还是首次发生 据悉这次部署是在北约多国 准备在罗马尼亚展开演习时进行的 而不久前 乌克兰海军还与北约舰船 还在黑海举行了一场联合演习 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这三个首次 邵老师先给我们说一说 俄军的这个三艘潜艇 同时在北极地区破冰上浮 因为破冰上浮其实也不是第一次 但是三艘同时而且很近的距离 半径就大概在300米左右 这是一个什么信号 这个潜艇它在冰层下面 它实际上跟外界是隔绝的 那相当于说呢 就是它没有办法跟它的 比如说跟它的这个指挥机关进行联系 那么这个破冰行动呢 肯定是事先必须要协调好 就说明它这个潜艇部队的训练水平 这个战备水平还是相当高的 训练有素 因为它和一艘潜艇不一样 一艘潜艇的话呢 相对来说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了 那三艘之间 你怎么去分配站位 怎么进行协调 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一个 值得我们关注的 就说明俄罗斯的海基核力量 现在整个平时的这个战备状态 还是非常好的啊 再一个呢 就是说它三艘弹道导弹核潜艇 同时浮出这个冰面 那假如说它要是发射导弹的话 其实这个火力的规模 还是相当大的 因为无论是德尔塔4 还是北风之神 它都有16个导弹发射桶 就是如果是满的情况下 其实是48枚核弹 那48枚核弹 假如说它们都携带多弹头的导弹 比如说携带四个或者是五个 那算起来这个打击能力 还是相当强的 所以通过这件事 就是也可以看出 其实俄罗斯在北极这个地方 是有能力在一次核打击当中 集中足以让对方 承受不了的核火力 而且呢 这一次德尔塔4型 是从太平洋舰队调过来的 调到了这个北极地区 在北极地区再一次的市墙 现在俄罗斯在北极地区 不仅已经控制了沿这个海岸线 5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而且水下堡垒区的建设 也日趋完善 对美国这个构成了威胁 大家知道从这里发射这个弹道导弹 它比走地球的大圆 这是北极的窗口 直接打过去 它会省将近13分钟的时间 所以在这一地区 俄罗斯的弹道导弹核舰艇越聚越多 演习也越来越多 这对防守方来说能进攻方省13分钟 对防守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度了 所以我们看到在北极地区 美俄两国的这个战略核潜艇 这种破兵上浮 可以说是你方胜罢我登场 那关于这方面内容呢 接下来时间还是交给小燕 请她给我们带来详细的介绍 小燕 好的 据美媒报道 北极地区是俄罗斯战略核潜艇部队 传统的导弹发射阵地 从北极地区发射导弹 不仅能够快速打击北美 而且北极的后兵 能够有效保护潜艇 免到各平台探测 但由于冰层覆盖 对核潜艇的信号接收和导弹发射 都有很大影响 因此破兵上浮 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 但对于核潜艇来说 这也是最危险的工作之一 核潜艇破兵一般有两种方式 对于厚度较薄的冰层 可以直接接触惯性冲破冰层上浮 但是对于较厚的冰层 强行冲撞会损伤潜艇的壳体 甚至引发事故 因此对于数十公分以上 三米以下的冰层 破冰策略是先令潜艇缓慢上浮 至外壳接触冰层 随后用压缩空气增加浮力 通过浮力逐渐推开上方冰层 在这方面 俄罗斯潜艇具有明显优势 俄军潜艇在设计时就非常重视 潜艇破冰上浮的能力 专门为自己的核潜艇 建造了高强度的加固维壳 据报道 俄军核潜艇目前已经能够 破三米厚的冰层 而美国核潜艇通常只能突破 1.5米以下冰层 2018年时 美军核潜艇就曾在破冰过程中被卡住 最后不得不进行人工清理 一度沦为笑谈 整个过程都为俄军反潜机清晰拍摄 若是战时 该潜艇必然已被击沉 沙沉 好 谢谢小叶 那我们接着往下说说 这个第二个首次 就是说米格31首次在空中 然后加油的情况下飞越北极 这个动作的意义是什么 米格31呢 它是一个专用的一个截击级 它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 可能像美国 你就找不到一个对应的机型 这个飞机呢 它现在在俄罗斯 其实就赋予它 比较重要的一个使命 一个是它可以携带匕首反舰导弹 就是那种高超音速的 其实主要是对航母进行打击 那么再有就是它还是有这个拦截任务 它主要就是拦截 比如说美国的战略轰炸机 或者是美国的这种超音速的侦察机 包括呢巡航导弹 甚至现在米格31 还有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了 那如果说进行了空中加油 相当于说可以把米格31 更靠前地去部署 就是它可以更早地进行拦截 所以说加油的意义就是说 尽可能地扩大 米格31的这个拦截范围 那么在北极上空加油 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地方风特别大 俄罗斯的空中加油呢 它是软式的 就软管 这个软管呢 它就风一吹啊 它其实就很难 所以说你在这个地方加油呢 就需要很高超的加油技巧 不然这个大风一刮 你就加不上了 所以从这点也可以看出 就是俄罗斯的空中加油水平呢 还是很高的 那吴老师我们再来看看 它的所谓的第三个手次 就是在黑海的这个黑海舰队 所有的六艘潜艇 一下子全部派出去执行人物 俄罗斯自己说这是罕见的 没有有过的第一次 它起到的效果是什么 现在呢在黑海地区已经亚述化 黑海再往东过科赤海峡 最窄七公里的地方 就是亚述海 亚述海本来是乌克兰 跟俄罗斯这个水面共同使用 海底进行分割 但是现在呢 俄罗斯修了大桥 已经完全掌控了亚述海 所以现在黑海正在亚述海化 这是西方人的说法 所以美国搞了一个黑海措施倡议 要保持常态化的军事存在 而且跟乌克兰越走越近 在这样的这个背景之下呢 潜艇放了出去 其中有四艘被北约的找到了 搜潜的部队收出来了 另外两艘就收不到 所以北约很紧张 敌情不明 始终没有找到 最后这两艘艇返回了 这个塞瓦斯托波尔 一艘返回新罗西斯克 一艘返回塞瓦斯托波尔 到那之后才知道 这两艘艇回来了 所以这也意味着 对这个第六舰队 对美军的第六舰队 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那除了军事动作之外呢 那西方媒体还非常关注 俄罗斯外长对中国的访问 而且我们知道 中俄外长在会晤之后 发表了针对全球治理的 这种联合声明 而就在中俄外长会晤之后 没几天 美国媒体爆出来呢 五角大楼正在制定一场 针对大国的战争的推演 接下来的具体情况呢 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近日 俄罗斯外长应邀到中国 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 由于中美高层对话刚结束 俄外长此行引发全球高度关注 中国外交部表示 两国就双边关系 以及重大的国际地区问题 广泛交换意见 达成一系列新的共识 并共同签署 发表多份联合声明 展示了中俄共同捍卫 国际公平正义的坚定意志 就在中俄外长挥舞后不久 美媒发表题为 对中俄威胁的担忧加剧 美军准备进行机密的战争推演的报道 报道称 美军将于今年夏天 进行一场高度机密的战争推演 目的旨在让美军最高指挥者 有能力应对在多条战线上 爆发的响定的全球危机 报道特别指出 这场推演结果将严格保密 因为可能会暴露美军的不足 报道还称 美军的准备工作不仅限于虚拟环境 本周美国和加拿大 还一直在极寒的恶劣条件下 进行军事演习 以表明他们准备反击俄罗斯 在资源丰富的北极地区的军事行动 邵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 你看中俄外长会晤之后没几天 然后美国媒体爆出来 五角大楼在做这个 所谓针对大国的战争推演 这又是什么的信号 他的这个演习的想定就是 这场全球危机是多条战线 假如说他和中国俄罗斯 同时的发生了危机 那可能对美国来说 这个应对就是非常的困难 那他最怕这个 当然他现在就要演练这个 而且他还特别强调说 这个演习是保密的 因为他会暴露美国的一些 一些这个劣势 一些缺陷 所以说不能让外界知道 美国的问题在哪 而且他的这个规格很高 参联会主席亲自指挥 对 因为这样的一场危机 或者说战争 它一定是全球性的 因为它可能在欧洲和亚洲 同时发生 我觉得又回到了冷战时期 当时美国准备打什么 两个半战争 那么两个半战争 就是欧洲一场大战 亚洲一场大战 美国是最热衷 搞这种战争推演的国家之一了 但是这样的战争推演 究竟是一种未雨绸缪呢 还是闭门造车呢 那关于这方面内容呢 接下来时间还是交给小叶 请她给我们带来详细的介绍 小叶 好的 据报道 自20世纪以来 美国几乎每年都会 以推演的方式 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 并由此制定针对其他国家的 作战计划 但美军的这些作战计划 对实际战争的指导意义 非常有限 据媒体披露 美军的战争计划 一般先由参联会 提出假想的作战需求 随后分派给 低级参谋军官和各军事院校 由他们来制定具体事宜 但这些中下级参谋 和军事学院师生 往往没有能力 实际考察其作战对象的地形 军备 政策 人文等详细情况 只能用地图 沙盘 计算机 及历史经验进行兵器推演 这无异于闭门造车 导致美军的很多作战计划 脱离实际 例如二战时 美军对日制定的 橙色战争计划 据报道 该计划的主要制定者 是时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 校长的罗杰斯 此人是海军战略学者 马汉的进途 所谓橙色战争计划 基本就是马汉学说的翻版 马汉的战争思路 形成于19世纪末 完全没有考虑过 海军航空兵 要塞化的岛屿基地 等对海战的影响 却一直被美军奉为归孽 拿来指导 20世纪40年代的对日战争 这导致美国在太平洋战争 初期蒙受了巨大损失 再比如 美军的参谋们认为 只要扶植起亲美政府 伊拉克就能成为 美国的可靠伙伴 并推演出 美军可在开战后的 45个月内 完全结束行动 撤离伊拉克 但实际上 美军至今都没能完全 掌控伊拉克局势 沙晨 好 谢谢小叶 其实除了在虚拟环境下 这种战争推演 美国跟加拿大 最近在极韩地区 也做了一系列的 这种实质上的军事演习 之前我们提到俄罗斯 它的三艘战略核舰艇 的这种同时破兵上浮 美国是不是也看着 有点着急 在北极地区 现在处于一个大国博弈 非常激烈的一个状态 在北极理事会当中 这个俄罗斯很显然占据优势 俄罗斯现在有17条 核动力破兵船 美国只有两艘 而且呢 这个俄罗斯 罗蒙诺索夫院士号破兵船 去年下水之后 可以给10万人的城市供电 北极最大的问题 是一个供电的问题 俄罗斯在那里建了 三个三叶草军事基地 原来我们以为只有一个 那是永久性地 建在这个冻土城 冰城之上的 打成桩子架起来 一个基地 可以部署一个加强营 建了三个这样的基地 启动了17个机场 现在的北方舰队 从1月1号开始 被赋予军区 第五军区的地位 它可以指挥的力量 越来越多 俄罗斯的目标 不仅是掌控500公里 海岸线的500公里 另外我们知道 现在呢 北极这个地区的 航道的价值在上升 这个油气啊 蒙铁 这些资源也非常丰富 所以美国就联合 北极的这个北约成员国 一起来行动 前年在北极地区 搞的演习 杜鲁门号上来了 结果他进入极寒地区之后 根本就不适应 三个小时撤出这个 撤出训练 所以我们能看出 在这一地区 俄罗斯越来越巩固 自己的独占优势 美国其实也想 在这个地方呢 有所作为 但是呢 毕竟他虽然是北极国家 但是他就阿拉斯加 那么一小块 和俄罗斯整个的 这样的一个广袤的 国土相比 我觉得他再怎么去努力吧 恐怕也很难跟俄罗斯 在这个地方匹敌 好的 非常感谢两位专家 今天带来的精彩的点评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再回来 对于美国今时今日的实力呢 他依然在想着去发动战争 同时挑战两个大国 而更重要的是 不光是挑战两个大国 挑战的其实是 全球稳定繁荣的 秩序的基础 所以这样的战争 无论是推演还是实战 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感谢各位收看 今天的军事制高点 登陆军事制高点 用数据透视真相 咱们下期再见